Magic Box 找亮点 现在呢就来介绍几个比较非正式casual一点的说法 假设今天你帮一个朋友的忙 那对方跟你说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你可以怎么回呢 Oh you're welcome 不要再you're welcome了好吗 How about this Of course 当然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Of course 那当然呢 听起来这就比较像是在说 帮忙你是一件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 不要跟我在那边客气哦 Of course呢可以用在很多的情境 那通常呢是在回复一个人的请求 但是呢其实在不同的情境 还有语气下面的话也可以有不同的运用哦 那接下来呢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No problem 或者是呢你可以说No stress 音试一点的说法呢则是No worries 意思呢都是差不多的可以交替使用 叫你不要把这个人情挂在心上 不要有压力啦 下一个呢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Don't mention it 嗯 光听这个字面的意思好像有点凶凶的 但是哦相信我这绝对不是那个意思 而是比较像在跟对方说呢 你没有必要谢我的意思 Thanks for the ride 谢谢你带我回家 Don't mention it 没什么不足挂齿 大概呢是像这样子的感觉 那再来一个 大家也是常常听到 不过呢你可能比较熟悉它另外的用法 意思呢跟当然好啊有点像 猜猜看哦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Sure or sure thing 没错就是Sure这个字 它跟of course一样万用 也都有当不客气的意思 好那我来考考大家一个比较介于正式 跟非正式的中间说法也是有不客气的意思 我很高兴可以帮忙该怎么用英文说呢 The answer is I'm happy to help Or happy to help 你答对了吗 AQ OO 感谢观看